不得不说我最近又解锁了很多美食的做法 之前在杭州上海工作的时候 只是老家一些吃不到的东西 想吃了就自己做 但来了加拿大以后 很多面食都吃不到了 我就开始自己做了 先从自己擅长的开始做 先做个老家冬天吃的年火勺 买了糯米粉 自己熬的红豆沙 之后开始煲馅 上锅煎熟 还是熟悉的味道 太好吃了 我是特别喜欢糯米做的食物 后来赶上冬至 我就顺便包了几个汤圆 之后是这个东北人爱吃的玉米面贴饼子 也是简单复刻 没什么难度 后来我想着为我以后长期的早餐 储处备点馒头花卷包子一类 说干就干 蒸上几活 这馒头发的还挺不错的 牛肉圆葱馅的包子也很好吃 想起来上一期有两个中国同学用三明治 交换了包子吃 下次我把我的包子带过去给他们尝尝 上次在Bug Bun店里面尝试买了一点米粉 我不确定是大米粉还是糯米粉 最后确定了是大米粉 索性研究一下这个米糕 放了些葡萄干 其他有些没有模具 样子不好看 不过室友家的孩子还挺喜欢吃的 我还在11月13号压了一桶咸鸡蛋 这都一个多月了 但还是没流油 比较淡 再等等吧 我还生了黄豆芽 室友生了绿豆芽 就是等了好些天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也把发芽的蒜在土里去了 前几天买了料理机 我就赶紧把豆面卷安排上 炒豆子打粉蒸糯米粉 这个就清澈熟路 一如既往的好事 快过来吃吧 过来尝一尝 咋呀 对快过来尝尝吧 好吃吗 好吃 这个是包你满意 这个太有样了 这是我非常擅长的 是吧 每个人都尝尝 天呐 我也想拍个照 先拍 不对 我先拍 一会没了 哈哈哈哈 后来泡豆子打豆浆 这个皮调起来就是豆皮了 我又在网上学的用白醋点豆腐 豆花是出来了 但就是最后做的豆腐量有点少 这个凝固的还是很快的 反正我是挺喜欢做饭 在这里想吃啥就得自己做了 就等会了 有点像我一样 就是我一样 那是胸子 好 当真是胸子 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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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是胸子 好 我闹个人 你 看一下